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呢 是 我們看一下 辣椒的一個拉桿 那這個拉桿呢 我們來看一看 有到底與眾不同地方在哪邊 那我們都知道 辣椒在設定上 這個辣椒的系列的品牌 那就是一個高品質 但是卻是一個非常低的一個售價 那辣椒的商品呢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在台灣製造的 然後呢 一定有一個非常好的品質 但是售價卻是非常的便宜 然後這是辣椒的一個精神所在 那我們看一下說辣椒的拉桿 跟一般的 這麼多的一個全殼條拉桿 在中間的一個比較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安裝的車型 是S-MACE 那就以辣椒拉桿來說呢 我們先從頭段來說 第一個頭段的地方呢 大椒是沒有偷工的採用一個 鏤空CNC的一個設計 尤其在中間做一個這個鏤空 一個斷叉的一個設計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也沒什麼好處 就是這個視覺上會比較好看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這整個都是平平的 那視覺上看起來都比較沒有這麼漂亮 但是如果有一個斷叉 有一個纖細的鏤空 這個視覺上看起來呢 會比較有一些張力跟飽滿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像這個中段的部分 那中段部分呢 辣椒呢是採用六檔的一個設計 然後呢 呃 撥盤呢 這有撥盤的地方 我們來換個角度看一下 撥盤的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辣椒呢 這個地方呢 會很好撥 因為我有加長 然後有把上面的部分呢 呃 辣椒我們的這個團隊呢 都有把它加厚 所以我們在撥的時候 就很好撥 不會像如果說比較短 比較小的話 撥起來非常的不好撥 這個地方是這樣子一個設計 然後辣椒是一個六段的一個設計 為什麼沒有做七段 事實上呢 在辣椒設計團隊認為呢 六段的拉桿 它後面的 一個凹槽的卡榫的一個部分 卡槽的部分呢 更加的那個會比較深 所以呢 即使你行駛至於這個 越野路面 或者說你改天想騎合車 去司馬褲斯啊等等 基本上它都不容易跳檔 跳段 不容易洗洗跳檔 那以這個六段式呢 基本上呢 當然它的整體的距離 其實是跟七段式一樣的 只是細微度 比較之下 那我們決定還是採用 比較保守的一個設計 也是這個 這麼多年來呢 最成熟的一個設計 我們是選擇六段式的一個設計 讓它卡槽呢 更加的一個穩固 再來 尾段的一個部分 我們發現 辣椒呢 會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在哪邊 它的粗度 它的整體的一個厚度 會比一般的拉感再厚一點點 這有什麼好處呢 事實上就是你的手在拉的時候 一個觸感會變好 那這有兩個地方會讓觸感變好 第一個 加粗的厚度 就像我們如果拉一根筷子 跟拉一個湯匙的平面 那當然你拉湯匙的平面會比較舒服 那拉筷子因為太細了 拉起來反而不舒服 所以 加寬的一個平面 會讓我們手感會更棒 然後呢 更加的省力 更加的舒適 你感覺上好像換了拉桿之後 不知不覺間 好像感覺煞車會變好一點點的一個感覺 那當然這次是一個 整體的力學跟你的一個舒適度 拉起來的一個感覺 會有很大的一個差異在 這尤其在上下一個倒角的份 我們做了一個大阿角 所以它摸起來其實非常的舒適 那在這次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辣椒不做伸縮的設計 那為什麼不做伸縮設計呢 是我們伸縮設計 在手摸的時候一定會有段差 這個段差其實摸起來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調好了之後 基本上如果你把伸縮的調好了之後 基本上會比較少會去用到它 事實上大概還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固定就是在這個位置 已經習慣了 其實伸縮設計也不是沒有說不好 只是還是有它的優點 又有它的缺點存在 那以辣椒的一個 就這個商品而言 它的設計上還是有考量這個地方 然後呢 拉桿的長度是做中短板 那很多全可調多段的拉桿呢 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你撞上去以後 拉桿會突出你的把手會突出很多 尤其是像外套式手法 但是基本上 辣椒的拉桿不會 基本上是平的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突出很多 我手在拉的時候 會變有點像這樣外面在拉 應該是這樣在拉才是正確的 大家應該都會懂我的意思 不是這樣拉 事實上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差音站 這雖然都是一些小地方 小巧思 但是事實上 跟我們整體的手 在抓的時候的一個感覺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影響跟不一樣 舒適度就是由此而來 拉起來 而不是這樣在 不是這樣在拉拉桿 是正前方在拉拉桿 所以辣椒的拉桿在這一方面呢 舒適度方面還是有考量到在裡面的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呢 我們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辣椒一個非常細節的一個地方 就是當你的指針 段數調在中間的時候 這裡的距離 基本上跟原廠是差不多的 跟原廠是差不多的 這樣會有一個好處是 辣椒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standard中心點是 距離是以原廠的為標準 在原廠的時候 它是在中心點 等於說我們走大的人 往前 我們手小的人往後 而中心點不是隨意制定的 必須有一個標準存在 那以辣椒來說就是這個標準 那如果以沒有標準存在 我們擦車會遇到很多拉桿就是 我把它調到最裡面 最下面到這裡的距離 最短的時候 我用力一拉 它很用力一拉的時候 它就會整個去碰到後面 碰到底的時候 煞車還在跑 車子停不下來 但是基本上 辣椒在這一方面都有考量到 我在中 因為中間的時候 我的距離 是跟原廠差不多的 所以我怎麼拉 不管是我 我在怎麼 就算是我自動的時候 我不會說出現像這種 我硬拉拉到 我輕輕一拉就可以碰到底 但是車子還在跑的一個情況 那以中心點為出發點的時候 換多段式拉桿 才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以原廠的出發點為這麼 如果是這個距離的時候 我往 我手大的人 我才能往上調 對不對 如果我手小的人 才能往內縮 總是有一個基準點在 這個是辣椒非常用心的一個地方 也是 很多拉桿 這個 比較忽略的地方 辣椒在很多地方 都是非常非常的 注意到這些一個細節 當然 在售價方面 辣椒一定是 非常具有高CP值的 然後在後面的一個尾段的一個修飾 也有做一個段差的一個修飾 還有最後呢 你們以為 各位同學以為辣椒就這樣就是結束了嗎 沒有 它還有一個非常具巧思的地方 就是 不但辣椒要好看還要更好看 不但要更好看 那還要有一點好玩的地方在裡面 那該怎麼說呢 我們這樣說好呢 我們看一下辣椒 我們有沒有發現 在最尾端的地方 一般來說 這是一個這個受力孔的地方 辣椒特別在這個地方呢 製作上的羅牙 這也是在我們國內的這個辣椒 拉桿裡面第一次首創 如果今天覺得我拉桿這樣太單調 或是說我前面想紅色 那我後面想其他原因 事實上 你可以拿像這個是鍍太螺絲 再加個墊片 直接你可以把它鎖上去鎖緊 做一個裝飾 做一個裝飾 非常好看 整體這樣會看起來非常搶眼 那這樣子呢 其實也不影響說 你手在拉的時候的一個 手感 但是如果說 你會覺得說 如果萬一有時候你出入 比較頻繁的市區 或是說真的我比較愛車 我不想要有 碰到 萬一真的不小心碰到之後 要有傷 很簡單 其實這個辣椒 連這個的距離都有算過 它非常非常的 示膩跟用心在裡面 我們看到 辣椒的這個 孔跟外面尖端的距離 正好是一個大頭螺絲的距離 如果說你真的很害怕 很喜歡愛車 我很怕有傷 你只要把大頭螺絲鎖上去 它的 正好會 比這個多出一點點 就算外面真的不小心碰到了 還是會碰再大頭螺絲 當然 以視覺上來說 也蠻好看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加一個 黃色金色墊變 或紅色墊變 更有液體感 這個在辣椒方面 已經是非常地方都具有一個考量性存在 其實在 當然 差點忘記提到 手煞車的功能一定有的 我們看一下 大家最愛的手煞車功能一定是有的 而且這是二代的手煞車 有專利的手煞車更好拉 然後在上面設計的地方是一個圓形的 手按下去也不會痛 非常的舒適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麥可參考肌肉精品來選購 謝謝大家